男子去递人背干嘛 这不叫刺激吗 不容易翻课 刺激 喜欢刺激 我真的很喜欢你 是真的很喜欢 你靠近我的时候 我就会很紧张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成了女朋友了 是不是会有点不习惯 没有不习惯 你不要乱想 我们本来就在谈恋爱 亲密举动很正常 没错 我觉得没有什么好紧张的 正确 你就主动出击 然后又行动告诉她 其实你并不是不喜欢 你还挺喜欢 我提醒你一个事情 你说 我今天打算跟你接吻一下 你是说 答应和我在一起 因为我想 你以后的生日 我都能在你身边陪你 我也是第一次谈恋爱 第一次这么喜欢一个人 所以 你可别想耍着我 那我要是 一直不答应你了 那你就每天都等着我去追你 毕竟 你这辈子估计也就谈这么一场恋爱了 喂 喂 喂 段嘉雪 我妹那个男朋友你嫁过吗 小鬼还挺知情呢 都不准备回来待在一合了 都不知道她到底有什么美 我 我 我是不是听到我妹的声音了 你 你俩 你俩是在一块吗 等一下 去哪儿 等一下 你好 我可以来做一个 你要吐一下吗 我想吃一下 吃一下 有点难呢 这样做 想吃棉花糖啊 给你的 给我的 倩动得跟在哄小孩一样 是 哄老小孩 我以前不开心的时候 吃糖就会开心 你要不要试试看 尝尝看 甜吗 很甜 谢谢 还是第一次被人这么吼 你要不成功 你要不成功 尝尝 礼物还喜欢吗 真的很漂亮 拍这种照片还问我喜不喜欢 怎么有这个 这根本就看不清楚 这礼物是个残次品 答应我追你 立刻双手奉上清晰大图 想的没 想的没 本来想用这招加快追你的进程 没想到第一步你就没同意 只能大才小用 先争取一个机会 诡计多端的老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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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男人 毕竟想要对付你这种小狐狸 还是需要技高一筹的 先睡了 晚安 我想了想 还是不去南无读大学 现在打工赚钱比较重要 不行啊 你必须去过念大学 我们家现在欠这么多债 读过大学真的没有必要 妈妈白天努力工作 晚上辛苦一点做些代工 这咬着牙也会慢慢还的 不能因为我们上一代的错误 影响你的未来 可是你也知道现在 没有可是 必须把大学给我念完 如果不念完 就别叫我妈 吃饭了 妈 出院手续办好了 妈 咱们不出院 妈 咱们不用出院 我跟我大学同学 计算了三万块 接下来 咱们就在这儿好好养病 儿子 你还没过够千人钱的生活吗 一天不把钱还完 一天就抬不起头来 妈妈不希望你以后负担更重 把钱还回去好不好 欠下的钱还没还完 孝颖他们还需要我们照顾 不能再欠一笔新的了 妈要是哪天死了 钱都还没还完 你该怎么办 你不会死的妈 你说什么呢 可能没有办法跟你支持她吧 那你先忙吧 没关系 你不用担心我 她不是说要追你吗 这都爽约几次了 因为工作又不是故意的 你一点都不怪她吗 没事的 我不是故意要收你约的 我就是最近杂七杂八的事太多了 从今天起 我一定会认真努力 好好地追求你 真的 我担心她是一时兴起 没事 你要是担心呢 就考验她 明天有空吗 那我哥哥给你发消息来 等等 你要混什么 可能 没有空吧 你还要跟你着 TK 你要跟她的悲伤 你是不是故意要你 找不到你 人家吧 因为我想 你以后的生日 我都能在你身边陪你 我也是第一次谈恋爱 第一次这么喜欢一个人 所以 你可别想爽着我 那我要是一直不答应你了 那你就每天都等着我去追你 毕竟 你这辈子估计就谈这么一场恋爱了 喂 喂 段夏雪 我妹那个男朋友你见过吗 小鬼还挺知情的 都不准备回来待在伊河了 都不知道他到底有什么美丽 我是不是听到我妹的声音了 你俩是在一块吗